9月17日,北电导演赵维贤同时骚扰多名女学生的话题引发热议 在社交媒体上有多名网友曝光了该导演的恶劣行为 据悉,该事件的受害者已经多达160位 有当事人还在社交平台发长文控诉南方 通过受害人的长文我们能够得知 作为一名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 赵维贤经常逼迫女学生穿泳装超短裤这些暴露的衣物来拍摄 并且还要求越短越好 在拍摄过程中言语挑逗非常明显 该导演让学生扮演的角色有游泳老师舞蹈老师等等 在对方的逼迫要求下,很多女学生选择了屈服 有20多位女性至今都没有看到导演拍摄自己的素材 作为受害人,这些女学生非常担心这些素材会被用到哪里 有网友在看到这个消息后,直言娱乐圈太乱 也有人建议同学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不给别人创造可乘之机 作为一名导演,赵维贤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目前该事件已经引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调查 最后希望能够给受害女学生一个公道